政府代表在公投说明会上 说吃莱猪的几率 比日本制的压缩机还稀少 网友就嘲讽了 难道是变相承认 莱猪有毒但是买不到吗 反对重启核四的政府代表更说 他其实不反对核能 民众更傻眼的讽刺 连政府代表都不小心 讲出了真心话 这难道是开自首记者会 不吃莱猪 政府代表说会让蔡总统承诺跳票 甚至说市面上就成都是国产猪 很难吃到莱猪 民众要怕什么 网友吓得崩溃 炮轰所以是莱猪很稀少 够幸运才吃得到的罗吉吗 是说莱猪有毒 但现在吃不到就是了 搞白天蔡英文真的承诺别人吞莱猪 她的承诺竟然比我的命还重要 冰嘴炮轰 如果公投没过 岂不是要莱猪贡完肉松 吃饱吃卖 蔡总统你在承诺国际之前 你有问过大家吗 你为什么可以自己私下 做这种承诺呢 如果这一次让你过的话 那以后你蔡英文在国际上 每天乱承诺 我们就大家全部都要买单了 那哪一天你把台湾直接卖掉了 我们也只好认了 不止这一出 民进党连反重启核子的代表 讲出的话更让大家听到下巴掉 我不反对核能的未来 但我反对核四的重启 我有炮轰 搞半天政府不反核电 是要直接盖核武了吗 还是盖在总统府 这人是政府代表吗 反串的吧 不莱猪的暗示 莱猪有毒 反核四的说我挺核电 蔡政府代表难道喷出真心话 没经大脑 我看得很像是自首记者会 好像一个人说我已经犯了 我犯了天大的罪过 所以我出来自首 我本来以为那个说明会结束之后 他要去投案 政府公投代表接连大突辞 若不是反圈卧底 只怕是连自家官员 对自己的政策都挺不下去 记得年优城李玄 SNG小组台北报道